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七点问冷暖就在第一时间 各位早安 我是贝贝 大家好 我是雪松 今天是2019年7月8号星期一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糖尿病是常见的慢性病之一了 现代医学还无法治愈 因此糖尿病患者不得不终身来服药 但是在浙江泰州 有一家网店宣称 有一种食品能够代替药物来降低血糖 用食品可以代替药物降低血糖 就这一句话我觉得听着就不靠谱了 没错 你的判断是正确的 经过调查之后 发现这些所谓的降低血糖的食品 就是把一些西药的颗粒打成药粉 再掺杂着从中药厂批发来的 一些药渣的碎屑 可怕吧 而非法添加的这些西药的药量 还不均衡 严重的可以致食用者猝死 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 东西千万不能乱吃 尤其是要听到这样的宣传和广告 什么治各种慢性病 包治育 纯天然 无副作用等等 这一类的宣传词语的时候 脑子里头一定要上警线 警方上当受骗 对 包治百病那是瞎忽悠的 所以说这些人把消费者的生命 是治愈不顾了 如此行为必将受到严惩 但是留给我们的思考 就是怎么样治理保健品虚假宣传 又该怎样才能够有效地打击 保健品骗局 马上拿出您的手机摇一摇 参加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的讨论 好 稍后我们也将会对此事 进行一个详细的报道 同时欢迎您通过摇一摇 参与我们的抽奖送书活动 每天依旧免费送出50本书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节目关注的内容 科创版和注册制将带来哪些变革 科创版稳妥运营还需什么条件 财经频道10集系列专题片 透视科创版今天播出第一集 科创版科技引领高质量发展 网售酱糖保健品 净含处方药 成本低 利润高 黑窝点随意造 第一时间关注甲保健品案件破获 我国多地遭遇强降雨 河水暴涨 村镇被淹 大桥被洪水冲毁 墨高窟一度暂停开放 草地摊业额入侵我国粮食主产区 一只幼虫可毁一株玉米 防虫害设备药剂齐上阵 虫害扩散速度有所放缓 历时三年 联通云贵川 鸡鸣三省大桥竹拱圈合龙 昔日天欠 今日变通途 据消热点事件 搜索时事新闻 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热搜榜 今天登上时事榜榜单的新闻有 中央财政出台的奖补政策 来支持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的保险 生态环境部公布了2019年 统筹强化监督第一阶段 黑臭水体专项排查的情况 我国黑臭水体治理不平衡 不均衡 不协调的情况 依然是突出的 内蒙古满洲里回应 口岸乱收费问题 停收清退 一桥跨两岸连三省天欠变通途 基明三省大桥竹拱圈合龙 来了解详细的内容 按照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 近日财政部印发了 关于开展中央财政对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 保险奖补试点的通知 在内蒙古 山东 河北等 十个省份自治区 对省级财政 引导小农户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 开展的符合条件的 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 按照保费的一定比例 基于奖补 支持地方特色农产品保险发展 今年5月份 生态环境部组织开展了 2019年统筹强化监督 第一阶段的工作 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 以及以长江经济带城市 作为重点 对全国地级 以及以上的城市的 黑臭水体整治的情况 开展了现场排查 从排查的情况来看 各地按照城市黑臭水体 治理攻坚站实施方案的要求 有效地提升了 城市水污染防治的水平 但是黑臭水体治理不平衡 不协调的情况 依然是非常突出 治理任务十分繁重 全国259个地级城市 黑臭水体的数量是 1807个 消除比例72.1% 其中长江经济带 98个地级城市的 黑臭水体的数量 是1048个 消除比例 74.4% 我们的节目近期报道了 国办督察室调查发现 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口岸 部分单位和企业 乱收费乱涨价 抵消减税降费效果问题 满洲里市政府办公室 昨天做出了回应 目前已经全面停止收取 口岸设施建设维护费 并督促满洲里海关 满洲里铁路车站 对货贷企业违规收费 进行专项整治等等 回应称满洲里海关 下属融合公司 已经暂停收取进口 原木薰征费 满洲里铁路车站 已经与万利通和 晋西龙两家公司 终止了合同 违规收费 已经全部清退 好 下面我们再来 关注一座大桥 经过三年的建设 基明三省大桥 主拱圈昨天正是合拢了 等待通车之后 开车到对岸 只需要一分钟的时间 步行也就是300米 这一桥跨两岸 连通的却是三个省 它位于四川 云南贵州三省交界处 这一地带因为 一鸡名叫三省听闻 也被称为是鸡名三省 多年以来 三省交界处的村民们 走心房有 经商买卖 想要去对岸的话 开车绕山路 要走两个半小时 坐船渡河 也要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但是在不久的将来 这种隔阂相望 却难以连通的历史 将会彻底改变 7月22日 科创版将正式开始交易了 从去年的11月5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提出 在上交所设立科创版 并试点注册制 到科创版真正揭开神秘的面纱 只花了短短半年多的时间 科创版作为2019年资本市场的头号工程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着 眼下中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时刻 科创版和注册制的推出 会带来哪些重大变革呢 科创版要稳妥运营 还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从今天开始 财经频道推出十集系列专题片 透视科创版 内容包括注册制的精髓 退市条款的严苛 科创版公司估值要领 中介责任的转变 以及设立投资者门槛的必要性等等 也有世界各国科创版的经营现状 尤其是美国纳斯达克成功的秘密 那今天我们会播出第一集 科创版科技引领高质量发展 1825年9月27日 世界第一条铁路在英国起用 火车的这一声轰鸣 为人类的交通运输业揭开了新篇章 更是极大的促进了工业革命 的发展 推动火车在全世界风力前行的 除了代表科技进步的蒸汽机 更有资本的力量 铁路的修建需要巨额资本 当时美国一个中产阶级职员的年收入 只有1000美元 修建一英里铁路的成本 是36000美元 华尔街的资本市场 成为助推美国铁路发展的典型动力 铁路证券也是华尔街投资的主要品种 此后近两个世纪 美国持续用资本市场推动科技创新 20世纪80年代发展电脑 催生IBM和苹果 90年代发展互联网 谷歌应远而生 2000年后发展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 脸书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社交网站 全球市值最大的市家企业 八家来自美国 其中前五大都是美国的科技企业 所有这些新经济的巨头公司 有一个共同点 全部靠资本市场培育而成 它的GDP 整个GDP也就19万亿美元 但是它的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 这个规模就到12万亿美元 所以这个对整个创新的推动 科技的推动 那是毫无能力的 创新驱动是世界经济发展大势所趋 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发展 目前经济增速已经进入新常态 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必须依靠创新驱动打造新的发展引擎 引领经济转型升级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用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是实施新发展理念 破解当前经济发展 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关键所在 而培育壮大新动能 离不开一系列制度和环境的支持 中国的资本市场 在近29年的发展中 为各类产业注入了近12万亿资本金 但相比西方成熟市场 中国的资本市场在市场化方面 还存在诸多数富 马启元 1990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微电子专业 毕业后留校任副教授 1998年回国后 他萌生了在国内建立科技创业园的构想 利用风险投资来孵化海归创新企业 可是他发现在国内寻找风险投资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我曾经在大概十几年前吧 中国科学组织了一个海归创业调研小组去调查 我们大概花了七年时间 跑了全国十五个城市 调查了三百多家海归企业 报告的总结主要内容第一条 海归创业来的第一条 这是融资来 我们很多高性技术企业的发展 你说他有多少我们土地 他没有多少 你说他进了多少厂房也没有多少 但是他就是有竞争力的企业 所以你说他一开始 很多高性技术企业 在开始都是亏损 而且严重的亏损 但是他度过了难关之后 他的确就有很好的成长性 本来资本上就应该佛化这类企业 与传统产业相比 科技企业探索的 是不确定性的技术和产品 它往往具有高门槛 高投入 投资回报不明确等特点 而这些特点 使他们恰恰在最需要融资的时候 却难以获得资本支持 加上中国直接融资比重历来不高 科技企业融资之路并不畅通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曾在多个场合谈讨 他在创业初期遇到了融资困难 阿里巴巴到今天为止 没有得到过一分钱的银行贷款 没有拿过政府一分钱 不想吗 我当然想 由于海外资本市场在早期股权融资 和公司上市方面都很发达 一些全球流动的资本在寻找科技企业方面同样清车熟路 最终中国最早的一批互联盟企业都取得资本方的大底投入 并陆续去境外市场上市 时至今日 以百度 腾讯 阿里为代表的这三家国内领先的互联网企业 主要控股方都是境外资本 很关键一点我们大家都认识到了 中美贸易摩擦背后关键是中美之间的科技之争 科技竞争 那么我们无论是从长期发展的需要来看 经济这个转型的需要来看 它都必须要形成一个科创营领性的这样一个增长模式 20世纪初期 在美国的投资银行陆续筹资投入之后 当时带有科技色彩的钢铁 军工 汽车 造船等行业开始崛起 到20世纪70年代 美国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基金等投融资体系飞速发展 成功对接生物医药 通讯 电子信息和新材料等科技创新行业 正是这一阶段的有效对接 造就了美国在经济领域里的超级大国地位 科技创新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 创新强则国运强 创新弱则国运弹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必须真正用好科学技术 这个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和有力杠杆 2018年10月5日 中国发出了以市场化融资机制 助力科技创新企业的改革宣言 将在上海证件交易所设立科创版 并试点注册制 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 在上交所新设科创版 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 新材料 新能源 节能环保 以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 和战略性产业 真正用资本的力量 推动科技创新企业 转型升级 发展壮大 带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为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 注入澎湃动力 过去我们靠土地 靠房产 靠人力 靠资金 靠不动产 这样一些要素 我们现在逐渐逐渐转向 要靠人才 靠技术 靠信息 靠新的商业模式 那么这些新的动产要素 怎么跟资本市场进行结合 科创版就是一个很好的创造 正如节目当中所说 各经济体的竞争最终是科技的竞争 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科创版的设立显得尤为重要 不仅能够为科创企业 带来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更为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注入新动力 设立科创版并试点注册制 是资本市场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 这次改革不仅是新设一个板块 更重要的是 这是首次在中国股票市场引入注册制 这是中国A股市场设立以来 发行上市制度方面最为重大的变革 那么注册制比原来的核准制 究竟有哪些优化和飞跃 为资本市场带来哪些变化呢 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 透视科创版的第二集 注册制 信息披露才是核心 好的 媒体新事 媒体全搜罗新闻再发现 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新势力 糖尿病是常见的慢性病之一 现在医学还无法治愈 因此糖尿病患者不得不终身服药 但是在浙江台州 有一家网店宣称 有一种食品能够代替药物降低血糖 对此机查人员立即进行了调查 机查人员以消费者的名义 从这家网店购买了店内 正在销售的所有可疑商品 通过外观可以看到 像这款标称 由中国中医药科学院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联合监制的人和医保胶囊 标明了可以清除药毒修复胰岛 售价最高的标称为 胰岛素二代的产品 更是宣称 拥有美国技术支持 由美国军方医学院 糖尿病研究中心监制 且仅供中国大陆销售 除此之外 这些商品的包装盒上 还都印有国食建字 保健食品的批准变号 也就是消费者熟知的蓝帽子 经机查人员查证 这些批准文号都是虚假的 包装盒上的厂名厂纸 也都无法对应 我们是查看那个样品的包装盒 以及它的那个说明书 像这个药的话 它上面就显示了 它是治疗糖尿病 所以我们就判断 它可能含有酱糖尿成分 为了进一步取证查实 机查人员将这批商品 送往专业检测机构 进行进一步的检测分析 结果发现 这些保健食品中 都不同程度的含有西药成分 我们此次实验一共减了19个样品 然后像这些的话 都含有那个盐酸本乙双瓜 在被检测的19个样品里 有14个样品被检出含有西药成分 其中8个样品中检出含有 盐酸本乙双瓜的化学成分 另外6个样品中还同时检出 含有隔裂本尿的化学成分 而这两种化学物质 都是抑制中度二型糖尿病 有一定分泌胰岛素功能的处方药 这些宣称具有降血糖功效的 保健食品 不但被检出含有西药成分 而且还使用虚假的 国食剑字保健食品编号 事实上 已经违反了我国 食品安全法中的规定 在确定生产和经营者 存在违法行为之后 机查人员立即对网店经营者 进行了问询 店主提供了供货商 居住在河南省的线索 机查人员立即会同 当地公安部门成立的专案组 在河南省拱义市控制了供货商 当时在败罪行人的仓库 查货的物品 大概有二三十样 据供货商周冯卫交代 他并不知道 给自己供货的上家的身份 双方都是通过微信 进行联系发货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他累计在这个上家手里 进了五个品种 四十多万元的货品 通过倒查快递单 办案人员锁定了一个叫 朱祥纳的发货人 周蓬卫手里的货物 就是从朱祥纳家的 地下储藏间发出的 办案人员联合当地公安部门 采取收网行动 确认朱祥纳就是周蓬卫销售渠道的上家 是个面向全国的批发商 而他主要是通过微信群进行销售 朱祥纳到案以后 他主动交代出来 他和上线货物从郑州的中牟县 一个地方发出 另外还找到一个线索 那么朱祥纳的上线 第二天他还会向朱祥纳进行发货 通过送货司机提供的线索 办案人员在河南省中牧县 将生产有毒有害假冒保健食品的 货主刘伟抓捕归案 在他的生产加工场所 存放着大量已包装完成的胶囊板片 半成品原料粉末 办案人员现场收缴了已经生产 但尚未销售的保健食品胶囊 大约70万粒 而刘伟发给朱祥纳等人的货品 达到200多万粒 累计销售金额大约20万元 根据货主的交代 胶囊生产中最主要的原料 锡药的粉末 是安徽伯州一个叫张兴林的人 托运给他们 办案人员立即对张兴林 进行了基本的信息摸牌发现 此人曾经有制受假药的案底 经过调查跟踪 办案人员发现 张兴林偶尔会去中药生产厂 买些装在黄色蛇皮袋里的中药粉末 还会不定期的到拖运站去寄 从拖运单上看 他寄送的货物标明的是鱼石 趁着快递人员不注意 我们在固桶里面 抓了一把白色粉末 根据比对和刘伟 那里缴获的锡药的形状 是一致的 在货运站 办案人员将正在拖运药品粉末的 张兴林抓获 在张兴林加工粉末的仓库里 存放着很多还没有拆封的锡药隔裂本尿片 以及装着中药粉末的蛇皮袋 过了一些老年人 从瓶子里面把锡药倒出来 收集在一起 在拆包加工点 拆完倒空锡药的瓶子满地都是 就这样堆放在房屋的一角 经办案人员清点 在张兴林的加工点收缴的锡药空瓶 有多达32万个 而进入另一个加工点 眼前的肮脏场面更是让人无法想象 一代代连张兴林自己都分不清成分的颗粒细粉堆的满地都是 被收集到一起的锡药颗粒 在这样的机器上被打成药粉 然后再和其他粉末随意配比后进行粗略的搅拌 就成为了卖给下家的成品药粉 而蛇皮袋中的中药粉末 其实是张兴林从中药厂批发来的药渣碎屑 目的是可以让胶囊散发出一些中药的味道 他们要多少我就给他多少 你想他们刚才说做八万粒 我就拿这个药片的八万粒 给他打过这个重量就行了 在张兴林的仓库里 办案人员收缴了25箱还没有拆封的隔裂本尿片 经过对这些药品批号的检索 并且通过于厂家核实 确定都是正规药厂生产的正品西药 根据这一线索 办案人员在安徽省太和县 抓获了不具有药品经营资格的供货商李盼盼 至此这一覆盖全国的 制售有毒有害假冒保健食品案彻底告破 据不法分子交代 他们的产品之所以销量这么大 就是因为服用者在开始的一段时间 降血糖的效果非常明显 因而这些购买者多数都会再回购 所以说这些效果就来自里面 被非法添加的西药成分 但是由于添加的西药成分并没有标准 使用者很有可能因此患上高乳酸血症 或是乳酸性酸中毒 重者可能会出现肝肾代谢的机能障碍 甚至猝死 这一百降糖里面 这一颗的海量是非常高 另外一颗可能就起码没有 我记得一个案件 一颗降糖类的 类似的保健食品里面 里面还有相当于8匹的 隔壁本尿成分 再加上4匹的本油双瓜成分 相当于一颗里面 就相当于12颗的药品成分 如果有个人对这种药品 敏感的话 他可能就是对他来说 这个生息可能是致命的 警察人员还介绍说 这样的保健食品 几乎没有持续的品牌经营 基本上都是一个品名和包装 一次印刷几百盒或一两千盒 用完了再换其他的品名和包装 记者随即找了一家药店 在处方药区的柜台上 找到了隔壁本尿片 一瓶内容量为100片的包装 零售价为2.5元 而这些添加了西药成分的 有毒有害保健食品 到达消费者手中时 价格已经达到了每盒125元 对于造假的来说 它的成分最大的是包装 印刷包装这一块 这一块加起来的话 一盒可能还是只为几毛钱 不会超过一块钱 这起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酱糖类保健食品案 最终抓获犯罪嫌疑人13人 捣毁生产销售储存窝点10处 查获假冒保健食品10万多盒 案值16亿元 把这条产销供应链揪出来 真是大快人心 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 保健品销售从线下转为线上 这个信号提醒相关的监管部门 应该调整治理思路 堵住监管的漏洞 消费者也应该注意 购买保健品一定要到正规的渠道 不要轻易相信 网络上销售的这类产品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聊的就是这个事情 简单的小作坊 没有配比的合成药粉 线上线下的配合销售 受利益诱惑 这些人将消费者的生命置于不顾 如此行为必将受到严惩 但是留给我们的思考却是 怎么治理保健品的虚假宣传 该如何有效打击保健品的骗局 欢迎您通过第一时间的官方微博和微信 来参加我们今天的互动 现在拿出手机 打开微信选择摇一摇 当中的摇电视 摇动手机可以进入到抽奖页面 每天我们还会有50本好书相送 欢迎您的参与 来看下面的话题 最近广西南宁的一家店铺前 发生了惊险的一幕 一名洗车工在工作的过程当中突然触电 浑身颤抖倒在地上 凭借自己的意识切断了电源 最后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这惊险的一幕被监控视频记录下来 监控显示 6月27号下午3点40分 洗车工宋先生在店门口摆好水桶 准备开始洗车 他从地上拿起洗车机 打开开关不到两秒 突然全身颤抖 随即身体僵直 不受控制栽倒在地 场面十分惊险 幸运的是 宋先生倒地后成功切断电源 自救脱线 记者见到宋先生时 他的手部和背部仍残留着几处伤痕 触电发生后 宋先生趁着意识清醒 一面大声呼救 一面强忍着痛苦 多次尝试按压开关 试图切断电流 但努力了5秒都没有成功 最终他拔掉了洗车机的插头 当时他们没有下来那么快 我就自己拔了 停了一时 就自己拔了那个电子 据了解 宋先生使用的这台洗车机 是店里今年2月份购买的 在使用过程中 他并没有带节援手套等防护设备 目前洗车机已交由厂家进行检测 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幸运的是关键时刻 小宋还能够保持冷静自救成功 这里值得点赞 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其实也会发生不慎触电的状况 那发现有人触电之后 该如何施救呢 来看一看 在哪些情况下 已发生触电事故呢 比如放风筝时 风筝线接触到电线 闪电打雷时 在山坡上或树下躲雨 亦遭受雷击 下雨天发生触电事故更多件 暴雨将电线刮落刮断 年久失修的电线一走电 雨中奔走事物不清 以误触断落电线等 当看到他人发生触电时 不要惊慌 首先要切断电源 只有关闭了电源开关 我们才能够进行后续的一些处理 碰到触电的人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手直接去拉它 否则也会导致失救者触电 可以使用木棍等绝缘体 把导线挑开 或者戴上橡胶手套 或者是用干燥的衣服 缠到手上去拉拽触电者 切记不能接触到触电者的皮肤 在实施相应措施后 应该立刻拨打急救电话 寻求医疗救治人员的帮助 如果发现触电的人 出现了呼吸骤停的情况 可以对其展开人工呼吸 及时取下触电者的假牙 触电后电流会对人体造成损伤 抢救触电者一定要及时 因为触电时间越长 危害越大 生命越危险 近日广州有多位司机反映说 有一个路段大概是600米的距离 有着大大小小的坑 数十个 坑挖不平 车辆经常会陷入深坑 无法正常行驶 两三年左右 这条路附近有施工 所以一直以来整条石茶路 都很容易在落雨的时候 有水浸 久而久之 就会出现一个个大坑 看着这路真的是很难走 路本来就是为了方便人们出行的 但是如今坦途变陷阱 600米道路有数十个深坑 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形成的 难道相关部门就不知情吗 所以面对群众的呼声 我们不能不闻不问 即群众之所急 即群众之所困 希望当地能够尽快有所行动 欢迎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 看天下 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针对南方新一轮强降水过程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 中国气象局还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 四级应急响应 好 我们来看一下各地的情况 那昨天下午的三点钟 福建省防止启动防暴雨四级应急响应 福建多地遭遇到了强降雨的袭击 抗灾救灾工作正在进行 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 强降雨导致福建南平市三明市多地 发生洪涝灾害 三明市太宁县建宁县江乐县的 多处农田被淹 道路受阻 在南平市建欧徐敦镇 一名老人不慎落水 被困在河中间的树上 四周洪流滚滚 当地消防员使用抛射器 将绳索投递给老人 捡起来 捡起来 下去捡起来 好 关住了 关住 关住了 很好 老人将绳索固定在树上 搭建起绳桥 两名消防员乘坐冲锋舟 顺着绳索来到老人身边 为他穿上救生衣 由于水流湍急 横渡可能会发生危险 消防员驾驶冲锋舟顺流而下 到平稳水域后 再加速靠岸 最终老人成功获救 受到昨天上午的强降与影响 福建南平顺昌县的人寿镇的 河水水位 继6号之后再次暴涨 村镇连续两天遭遇洪水 现场情况我们来看一下 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 人寿镇外的一条国道上 现在呢是当地的雨势 其实已经是减小 或者说基本雨已经差不多停了 那水位呢也是下降了不少 那也因此在大概一到两个小时之前 那我们也是靠步行 进入到人寿镇 它的这个中心街区 那老百姓今天是跟我们反映啊 就是作为第二天 就是连续第二天 受到这么强的洪水的冲击 他们觉得今天的这个水位 包括这个水势 都是比昨天更高 而且更猛的 那除此之外 我们也是在街道上是有看到 像有一些这个杂物 都挂在这个铁门门上 那当时我们也是简单测量了一下 可能也有1米7 1米8左右的这样一个高度 那这也说明当时的水位 确实是非常的深 那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街道 街面上的一个情况 就是因为街道上 都会铺这样一些地砖 那人寿镇它的这个地砖呢 也都有人的这个脚斩那么大 那包括它的厚度 也是跟人的这个拳头差不多厚 但是在今天的这个洪水的冲击下 那当时我们是看到 很多这个沿街的这个地砖 都是被洪水给洪水给冲走了 然后散落在这个街道各个地方 那除此之外 就还有一些沿街的这种台阶阶梯 包括沿河的一些围墙 甚至是像那个建筑物的一些窗户 都是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破坏 那最为严重的是 我们在这个人寿镇中心街区的一角 是看到了一栋就是沿河建造的 大概是六层楼高的一栋民房了 那当时这个民房已经是出现了 大概三十度角的一个倾斜 那当地政政府的这个工作人员 是跟我们说 有可能是地基损毁了 那也因此他们是在这栋倾斜的民房的 这个周边 大概是方圆一百米的这个区域 都拉起了这个警戒线 禁止这个村民从周边通过 受到这么强烈的一个影响 那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 这个人寿镇的中心街区了 那那个今天下午的时候 当地已经是一片的拦极 那而且是留下了一层非常厚的这个淤泥 应该是比昨天来说来得更厚 为什么 因为我们当时也感受了一下 淤泥的厚度都能够没过人的这个脚脖子 因此在这样的街道上面行走 是非常的困难的 那除此之外 还有很大量的淤泥 是跑到老百姓的家中 那目前就是 人寿镇镇上的干部 现在正在挨家挨户的这个 了解老百姓受到的一个灾情的情况 那现在值得庆幸的就是说 随着这个雨势的减小 包括水位的下降 那曾经一度被洪水漫过的这个公路 现在也都已经恢复交通了 那刚刚我们也是了解到 像消防包括电力的这个抢险救援人员 他们的车辆都已经是抵达了人寿镇 现在正在开展这个灾后的救援工作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广西的情况 昨天受强降雨袭击 广西柳州市柳北区多地积水严重 上午9点在柳长路于浙姑江交叉路口 一辆中巴车因为强行通过积水路段 熄火在水中 车上20名乘客被困 接到报警后 柳州市消防人员紧急出动前往救援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 此路段已经大面积积水 水位最深处达到一米左右 且降雨仍在持续 由于该道路此前正在施工 水下路况不明 救援人员决定携带绳索和救生衣探路 向中巴车靠近 在靠近中巴车后 因对岸积水路段较短 救援人员决定将被困人员往对岸疏散 为了以防万一 救援人员在水面铺设一条安全绳 沿着绳索将被困人员转移到路边 经过20多分钟的救援 中巴车上的所有人员被转移至安全地带 与此同时 在柳州市柳北区的某单元楼 也有老人被困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 由于道路被水淹没 车辆无法行驶 救援人员只能徒步进入内涝区域 了解情况后 救援人员立即分为两个小区 一组负责救援疏散老人 另一组负责抢救财物 救援人员背着老人 小心翼翼走出积水路段 并用轮椅将老人送到消防战营区 另外对于行动不便的两位老人 救援人员使用担架和背负的方法 先后将两名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 从7月6号上午开始 甘肃东黄市局部地区出现暴雨天气 强降雨一直持续到了昨天上午 墨高窟数字展示中心通往 墨高窟库区方向的 9公里处的大桥被洪水冲毁 前往墨高窟的道路是一度中断 为了确保景区文物及游客的安全 7号墨高窟暂时停止开放 并表示反预定了7号参观门票的游客 都可以做免费手续费的退票处理 那今天的凌晨3点水毁路段已全线抢通 今天上午7点半起 墨高窟又恢复了对游客开放 据了解此次降雨墨高窟文物安全暂未受影响 敦煌研究院也对墨高窟洞窟文物 进行24小时严格监测 刚刚过去的双休日可以说 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只能用一个雨字来形容 东北华北强队流天气频繁 南方的强降雨也光临 新的工作周到了 雨情如何发展 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气象主播 韦韦给我们去介绍一下 韦韦早上好 早上伯伯 昨天开始南方的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 几乎是无缝拼接地展开 在广西的东南 从6号晚上的8点到昨天下午2点 也就是18个小时的累计降雨量 就已经达到了248.3毫米 打破了当地7月历史上的单日降水记录 而今后三天南方的强降雨还将会持续 今天早晨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在西藏的东南部 四川的南部 云南的西部和东北部 贵州的中南部 湖南的中南部 江西的中北部 浙江大部 福建的西北部 广西的北部等地 都将会有大道暴雨出现 那么尤其是图上 我们用白色线圈标出的位置 今天还将会有大暴雨 那到了明天 强降雨带跟今天相比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变化 总的来说 这一轮新的强降雨过程当中 贵州 湖南 江西 还有广西 这四个省份的强降雨 持续的时间最长 来得最频繁 而且暴雨区多有叠加和重合 可以说致灾性更强 尤其是南方的山区丘陵地带 一定要高度警惕 可能会发生的山洪 逆石流滑坡 中小河流洪水等地质灾害和次生灾害 而在北方 昨天开始 强队流天气已经是明显减弱了 这张气象台已是解除了 强队流天气的预警信息 今两天 虽然说北方多地 还是会有雨水光临 但是多以阵性降雨为主 雨势不大 不影响咱们的出行 贝贝 好 那昨天是正式进入属服天气 都说入服以后 气温会越来越闷热 所以跟我们想一下 这个气温方面的具体发展 好的 昨天咱们是进入24节气的小暑节气 那常年小暑期间是刚好入服 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 江南大部都是被高温闷热天气所占据 比如说长江流域的几个省会城市 常年小暑期间 基本上高温热数都是可以达到4天 或者是以上 不过今年稍微有点反常 因为南方刚好正在经历一轮强降雨过程 那雨水的打压之下 气温相比长年同期处在一个偏低的水平 比如说根据目前的预报来看 未来几天 这几个省会城市的平均最高气温 都是在30度以内 那在北方 虽然说雨势没有南方那么强 但是雨水来得比较频繁 所以说多地的最高气温 也基本上都是在30度上下 都是和暑热绝缘的状态 所以说总的来说 今年这个小暑节气的开场并不算太热 对于咱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了 我们先说到这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消息 当地时间7号22点08分 北京时间23点08分 印度尼西亚 马鲁古海 北纬0.48度 东京126.21度 发生了6.8级地震 震源深度50公里 地震之后 当地政府发布了海啸预警 随后预警取消 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 还是关于地震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地区 4号和5号先后发生6.4级和7.1级地震 震中和附近地区遭不同程度破坏 两次强震 震中所在地区圣贝纳迪诺县 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美国地质调查局6号公布数据显示 连日来两次强震的余震已超过3000次 鉴于震中所在地区 圣贝纳迪诺县余震频繁 加州州长加文纽瑟姆6号宣布 圣贝纳迪诺县进入紧急状态 并请求联邦政府提供直接援助 加州州长紧急服务办公室 已启动运营中心最高级别应急措施 运营中心与联邦州和地方应急部门 及搜救人员密切合作 评估两次强震导致的损失情况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 美国地质调查局专家的话报道说 自从4号的6.4级地震发生以来 加州南部地区已经发生了数千次 级别不等的地震 几乎是每分钟甚至是每半分钟一震 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最新预测显示 未来一周加州南部出现6级以上地震的概率 为27% 更可能出现的是5级以上的余震 概率高达96%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发布情况通报说 尚未接到中国公民因受灾而求助的报告 但媒体报道说不排除还有较大余震的可能 因此领馆提醒当地中国公民 关注官方信息和媒体报道 在地震发生时 妥善应对确保人事安全 及时主动向亲友报告平安 在需要时主动联系总领馆 当地时间6号 美国佛罗里达州普兰泰绅市一家购物中心 发生了爆炸 造成至少20亿人受伤 据路透社报道 爆炸发生后购物中心损毁严重 还波及周边地区 爆炸产生的瓦力遍地 周边房屋玻璃被震碎 停车场内很多车辆受损 目击者称爆炸声巨大 火光冲天 事发后 购物中心关闭 附近道路被暂时封闭 救援人员在现场进行搜救 当地消防部门官员乔尔·戈登表示 爆炸事件造成21人受伤 其中两人重伤 伤者已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救援人员暂未找到任何受困者 戈登称 消防人员还在爆炸现场 发现了一条破裂的天然气管道 但暂不能证明 爆炸是由燃气泄漏引发 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 此外 这家购物中心的燃气供给已被关停 以免造成燃气泄漏 希腊议会选举投票 于当地时间7号举行 约有990万选民参与投票 正式投票结果将于8号公布 根据希腊内政部7号晚间 对90%选票的统计结果 希腊主要反对党新民主党赢得选举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 当晚宣布承认其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 在选举中失败 希腊内政部公布的 对90%选票的统计结果显示 新民主党得票率约为39.8% 激进左翼联盟约为31.6% 新民主党将赢得议会300个席位中的过半数席位 其领导人弥佐塔基斯将成为希腊新总理 在2015年9月 希腊举行的上一次议会选举中 新民主党大幅落后于 齐普拉斯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 只获得75个席位 后者则赢得了145个席位 而在今年5月底举行的希腊两级地方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中 情况出现反转 新民主党东山再起获得胜利 而希腊执政党激进左翼联盟则遭遇惨败 得票率落后对手9.35个百分点 7号是伊朗宣布终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 并设立60天期限的结束日 就在昨天伊朗宣布将不再受伊核协议所规定的 浓缩油封度3.67%的限制 并将逐步终止履行伊核协议的部分条款 7号当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阿拉格西 及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卡麦勒万迪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召开联合发布会 卡麦勒万迪宣布 针对美国去年5月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 及其对伊朗的不断施压 伊朗将在数小时内启动措施 按照伊朗的需要逐步提高浓缩油封度 不再受伊核协议3.67%的限制 不过它没有说明提升浓缩油封度的具体数值 伊朗副外长阿拉格西在发布会上强调 伊朗采取这些举措是对美国撕毁伊核协议 以及欧盟未能履行协议相关承诺的回应 伊朗今后将以60天为一个周期 逐步终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 直至有关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挽救伊核协议 去年5月8号 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确认伊朗并未违反协议的情况下 美国仍单方面宣布退出这一协议 并随后陆续恢复甚至是追加对伊朗的各领域制裁 使伊朗无法获取伊核协议中承诺的经济效益 有分析称美国的行为使得伊朗的石油出口 从每天250万桶跌落至40万桶 而伊朗方面也不止一次威胁要封锁霍尔慕斯海峡 这使得国际油价频繁出现震荡 与此同时由于汇率的不稳定性 一些伊朗人甚至开始用腰果和地毯换取外汇现钞 军事专家认为随着中东局势的紧张 不排除美国将对伊朗进行精准打击 当地时间7号为期9天的西班牙奔牛节 在西班牙北部城市潘普罗那拉开了帷幕 而在节日的第一天就有不少市民受伤 伴随着冲天小花炮炸开的清脆响声 无数美丽的彩色纸械从空中飘下 上万名身穿白衣 紧记红丝巾的奔牛爱好者 挥舞着手中的红色方巾 欢呼雀跃 载歌载舞 香槟 气球 人浪 这个城市的一切都沉浸在夏日的狂欢中 据了解 今年的奔牛节于当地时间7号正式开始 共持续9天 每天都有凶悍的公牛追逐着数百名壮汉 沿着潘普罗那旧城区全长850米的奔牛之路上 展开追逐 场面惊心动魄 在刺激的奔跑中 有不少市民因此受伤 据当地红十字会组织称 仅节日开始的第一天就有5人受伤救治 目前没有接到死亡的报告 西班牙潘普罗那奔牛节 又称圣费尔明节 是西班牙的传统节日 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 太阳照常升起 将刺激的奔牛活动描绘得极为传神 奔牛节由此声明远播 并且开始由一个地区性节日 变成一个世界性节日 每年吸引将近100万名游客前来参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